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考消息往8月6日报道 去美国军事网站7月30日报道 美国空军一位高级将领在7月26日表示 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巨额投资 可能很快使美国处于严重劣势 报道着 去空军负责情报 监视和侦查事务 的副参谋长贝拉林贾米森中将说 速度是数字时代的本质 他描绘了一幅自认为的可怕场景 当美国的掺略对手俄罗斯 有意进行野心勃勃的人工智能实验时 中国已经掌握了这样的手段 例如 中国正在通过居民合作方式 建设多个数字化人工智能城市 一探索在其力争成为全球技术领先国家的同时 对人工智能进行普及的路径 这些城市使用人工智能的脸部识别软件跟踪人们的行踪 图为运用人工智能的未来战机是意图报道着 贾米森在美国空军协会早餐会上说 我们估计中国2017年在人工智能系统上投资为120亿美元 而且我们估计这个数字到2020年会增长到至少700亿美元 他补充说来对比一下美国和中国的支出 报道认为 美国国防部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入仍然只有几十亿美元 虽然美军各军种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事这项技术的研发 贾米森利促美国空军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努力实现的文化变革 其从人力密集的方式转向利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方式 他说这个过程将会从数据开始 先是对机器情报进行分析 然后再到人机合作 他说这要求产业界和空军官兵提高情报 监视和侦察装备的质量和数量 同时保持战斗力 为了完成此项工作 我们将组成一个团队 贾米森说 各军种器不可把大量数据的搜集 仅仅看作是一种信息来源 数据是武器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数据 他补充说 由于这一原因 现在和未来一代又一代的空军官兵的私人都需要获得解放 他表示 今天的空军官兵了解有形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真正融合 这样的融合是未来与俄罗斯或中国进行战争所必需的 贾米森说 近几个月他见到了一些能够利用编码技术 优化不同平台之间数据搜集的空军官兵 他说 空军第480情报 监视和侦察连队的工兵发现他们最喜欢的电子游戏软件 可以用来进行部队训练 该软件可以让另一个游戏的大约55名用户进行实时协作 以便完成一项任务 贾米森说 这些官兵们制作了一款名为烧兵模拟器 的低成本具有版软件 倘若是由美国空军进行研发货外包 该软件将会耗资数百万美元 现在这款游戏被用于绑真上定的任务训练 贾米森说 空军官兵 企业界和国防部是一个整体 现在这是一项集体行动 我们必须这样看待它 编译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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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扬明